学佛呢,我们要懂得因果轮回,学佛呢,要懂得生灭与变化。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,一个人如果知道了因果,他就不会去种因,因为种因一定有果,就像做任何事情,当你想到果了,你就会种因的时候特别当心。 所以我们发脾气的时候,安静一点,讲话刺伤人,这样的话,你就不会去乱讲话了。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,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好一点,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我们做人应该怎么样做,他就不会承担这种家庭破裂的这种苦难。 所以这个果就是人自己在控制着,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,人要克服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观念和这种邪念。 因为当你做任何事情,你为别人去想,为别人的利益去想,再去做,那你一定会得到善果。 如果你同样的道理,如果你同样的道理,你去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,想怎么样让自己得到更多,让别人能够没有所得。 这样实际上你已经有恶念了,占别人的便宜本身就是恶念。 所以告诉我们的佛友们,人需要的是什么? 需要的是能够为众生想,众善音。 人不需要的是什么,因为不需要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去从别人身上得到,别人得不到,而我应该得到的东西。 所以世界上任何的事物,做人其实都是有生灭的。 表面上看来这个东西今天存在,你想开了,这几天,过几天就没有了。 所以这些归为空,所以这个物质虽然今天有生有灭,但是它到最后它就没了。 台长告诉大家,由如我们过去做人用电脑,那么大的电脑,现在为什么都没有了? 现在都是超薄薄型的,液晶的这种电视了。 实际上过去电视机呢,已经没有了。 做人也是这样,这些电视机过了,没人去剪,谁也不要。 那么,我们过去得到的东西,以为非常好,以为得到了之后,就永远归于我自己了。 实际上,因为它没有人要了,它归空了,它被扔掉了,所以这个物质就没有了。 所以,佛法讲,如梦幻泡影,实际上,如梦一如电,如露又一如电。 也就是说像树上的露水一样,瓦上的露水一样,太阳一出来,它就没了,看不见了。 电也是这样,很快的就没了,一过就没了。 所以,我们心中要懂得,不管做什么事情,一定要为别人着想,不要为自己着想。 天天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,实际上追来的就是烦恼,到最后追来的就是痛苦。 所以,一个人如果把某一件事情看得太重,某一件事情去追求得太足,实际上,他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大。 台长告诉大家,有智慧的人应该用他的灵魂来控制他的心念,然后控制他的意念,再控制他的行为,控制他的口业。 而一些没有智慧的人呢,是被他的嘴巴,被他的欲望来控制他的心,控制他的这个意念。 所以,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,用心才能真正找到菩萨的如实而正地而无灭,就是不要去灭掉自己心中的佛性。 所以,很多人做一件坏事之前,实际上他在斗争,如果他把自己心中的慈悲心和佛性都灭了,实际上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本性和良心。 他才会真正地灭度他自己心中的佛性。 所以,希望大家要懂得,心要静空,心要掏空,把自己的心要生出光明,生出智慧。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和菩萨的心合在一起,我们要明心见性,我们要懂得,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做,而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做。 而这个理解力就本身需要智慧,而我们智慧是从哪里来的? 智慧就是靠我们在人间不停地行善积德,不停地不施,不停地去除烦恼,而会得到我们人间这个智慧啊。 大家知道,我们有无始的烦恼,什么叫无始的烦恼? 就是当一个人从第一声剃哭,降生到这个人间的时候,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烦恼。 这就是无始的烦恼,因为我们有了烦恼才会生起了无名。 因为我们不明白,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恼和烦恼,我们不明白之后,我们就会生起了更多的烦恼心,然后会称恨,会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。 所以,这不就叫轮回吗? 菩萨早就告诉我们,人道是烦恼道。 菩萨早就叫我们克制自己的无名。 菩萨让我们懂得,活在世界上,哪条道可以走,哪条道不可以走。 所以,真正学佛,不是叫你学文字的,不是叫你学自古以来,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各种的佛教的书,而是叫你学菩萨的智慧。 真正的学习菩萨所说的经文,不是要看表面的字样,而是要懂得听闻佛法,从佛法当中来悟出自己人生的真谛。 所以,学佛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文字,它是要破迷惑,去除愚痴。 一个人的愚痴怎么会来的呢? 因为他不明白,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迷惑,因为一迷惑,你在人间做出任何事情,就会颠倒,所以叫迷惑颠倒。 台长告诉大家,我们不能种下无名之苦,因为我们不懂,我们就乱做事情。 难道因为你不懂交通规则,你就能乱闯红灯吗? 所以,人要活得像佛一样,你才会成为一个在人间的佛人。 如果你今天在人间做的都是菩萨的事情,那你就是人间的菩萨。 你天天做的是像鬼一样的事情,那你就是人间的人鬼。 所以,要懂得怎么样来消除自己身上不良的习气,不好的一些不好的东西。 所以,希望你们要懂得心中要明理,心中要有佛光,要把任何的正思维能够继续在心中开放,把邪思邪念让它尽快地消除。 所以,很多事情虽然让自己得到了很多的苦痛,但是把它反过来看,你就会不烦恼。 所以,真如,真知,真信,就是我们三真,这个珍贵的宝贝,就是在你心中有佛之后,才会懂得,才会拥有的。 希望大家能够不断地学佛修心,不断地拥有智慧,要拥有福气,要拥有福德。 因为当你在人间福气增长的时候,你的德就会增长,所以福德福德,它是连在一起的。 有德的人就会有福气,有福气的人就会讲道德,所以要守好自己的深口意,你才会拥有更多的道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